一款刚刚进口到国内的全新的产品 售价是52万1800 那这款产品加入以后呢 奥迪目前四系列在国内市场上 可以买到的旅行车 一共变成了四款啊 首先有A4的Avant 还有Outroad 还有RS 以及我旁边的这一辆 刚刚进入到国内的A4Avant 总体来看 其实真的整个的姿态 就是比A4Avant要帅得多 因为旋架也更低 轮轮也更大 然后还有S4的这样一个包围 其实我觉得跟RS4更加神似一些 然后再说一说 这次我们试驾的场地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我们这一次来到了牛背山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是海拔3666米 来 我现在已经有点缺氧了 希望各位朋友给我扣个666 咱们还是简单看看 这款车的车内 首先我们这款试驾车 配备的是一个红色的座椅 然后内饰的整体的风格 可以看到有很多这种 碳纤维饰宝的这样的一个装饰 就是亮面的 跟A4的Avant就有非常大的区别了 然后它区别于RS 就少了很多Aventara这样的一些材质 而且它也配备了这种一体式的头整 这种头整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在开车的时候 你可能对你的颈部的支撑 不是特别特别的高位 但是不要忘记就是一款S4Avant 它还有一些赛道精 所以说这样的座椅 配戴一个头盔可能是更加合适的 那咱们再来看看它的后排 我们这一次试驾的时候 除了有S4Avant 还有三香版的S4Avant 我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 就是S4Avant的第二排的座椅的角度 要比三香版的车型舒服很多 把头整调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这就是一款Avant车型该有的特点 除了能给你带来不错的动态驾驶的感受以外 又能给你足够多的理由去说服你的家人买一款Avant 那说服家人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就是它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尾箱 在标准状态下的行李箱的空间不到500升 将第二排座椅放到以后 就会变成一个纵身非常大的 可以放下高尔夫球包 可以放下滑雪板 等等一系列你需要出去玩的 这些装备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所以说Avant就是一个多面手 S4Avant就是一个 具有年轻人追求动感属性的 让你激情澎湃的一款全能手 走 上车 我们现在已经开车 从牛背山的山顶已经下来了 这次是第一次来牛背山 还把3666现在的说话 刚刚能缓过那点昨天一直在喘 然后这个地方真的让我印象太深刻了 昨天我们上山的时候 天气并不是特别的好 基本上是穿进银里面 又从云里面穿出来 然后排山公路非常的蜿蜒 其实这次场地的选择 真的让我挺意外的 因为我觉得一款旅行车 应该选那些一万五平的那种草原 戈壁员你走一条直线 直通那种天气线的感觉 那种特别的放松 但没想到这一次 SAvant的试驾线选择了牛背山 但是当你在这条山路上开完以后 你会发现 这款车真的特别特别的适合车 因为它虽然说是一款旅行车 但是它故事里面还是一款S4 所以说它的整个的驾驶的乐趣 操控感真的能够给人带来 非常强烈的这种驾驶的愉悦性 那这款车的动力很熟悉了 A8 39的发动机在S4 在S5等等都配 包括以前的Akanda S 动力也是非常强的 那当然了奥迪仙最先进的 可能是8.9T的那款发动机 但是RS包括S6都配备 那整个的动力表现呢 就是动力的储备是非常足够的 但是这款车毕竟 它仅仅是S4而且是一个Avant 它兼顾了更多的舒适性 无论是整个变速器的响应 还有整个的转向的手感 但是当你在这条山路上 把它的驾驶功能是调到Dynamic动态驾驶的时候 用手动的高速刹车讲档 你还能听到它的叼啦叼啦 这种挥魂的感觉 真的特别让人愉悦 那同时呢 它也配备的是一个机械的快速的四驱 那由此可见啊 这款车的实用的场景 其实是很宽泛的 无论是那种都市的城市的休闲游啊 包括像这条山路上的稍微激烈一点点的驾驶 甚至是像这种冰雪路面的驾驶体验 我觉得这款车都能完完全全的胜任 我相信像奥迪的冰雪驾驶培训的活动 在今年这款ASIS的AVANT 一定会加入这个车队的阵营里面 我坐在后排的VDD的教练也给了我一个肯定的衍生了 这一次来到牛背山呢 我们也体验到了奥迪的合作伙伴 影视Insta360的这一款相机 那拿着这款相机开着ASIS AVANT 在牛背山蜿蜒的山路上进行的指手 也用相机记录下了我们这一次美妙的时刻 美妙的牛背山之旅 感觉真的太棒了 又说回到旅行车 其实在中国的旅行车 普通的旅行车的市场的作用 其实没那么的大 因为中国的SUV市场是非常庞大的 它侵占了很多普通版旅行车的这样的市场 而像ASIS AVANT 包括像ASIS AVANT 这样的具有个性化标签的旅行车 我相信会受到更多年轻人的喜爱 毕竟在中国的消费市场姿态更重要 好了感谢大家收看本期《传户说》 我们下期再见